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我们首先看到Monkeypox 这个是猴豆现在的情形 美国的首席防疫专家Dr. Fauci 在今天早上的专访当中说 正在积极考虑宣布猴豆疫情进入紧急状态 Dr. Fauci指出猴豆主要影响男男 男生跟男生的性行为者 也就是gay这个group的性行为者 但是更让大家忧心的是 这些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的族群 Dr. Fauci说有一种群的人处于危险之中 同时强调猴豆疫苗接种对象 应该包含没有接触猴豆病毒的人群 在美国现在已经超越西班牙 成为全球猴豆病例最多的国家了 根据在CDC的数据到昨天为止 美国猴豆病例累计达到3487例 接着我们看美国在财政方面 三大指数在今天的早盘是小幅的下跌 因为零售巨拨Walmart在昨天大砍它的财务的预测 拖累了零售股 Walmart今年是第二度调降了年度的获利展望 警告在通货膨胀篡高之际 过高的价格刺激消费者缩减支出的预算 特别是在服饰类的买器是骤减 强调这个调降商品价格 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清理它的库存 消息一出Walmart在今天的早盘就崩跌了8% Amazon也跌了4% 所以在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受到通货膨胀方面的影响的迁累了 另外在这里也看到受到中国大陆业务罕见亏损 还有供应链瓶颈方面的拖累 通用汽车GM 他们上一季的净利比去年同期锐减了40% 美股盈余也不如分析师的预期 但是他全年的猜测还是维持不变 反映尽管经济前景不明 但是他们公司这个GM还是信心满满 攻击回升和需求强劲 将可以足以抵消现在面临的挑战 在底特律车厂今天公布 第二季的净利是16.9亿元 低于去年同期28.4亿 营收则是年增了5% 通用这个月稍早就已经提出警告 北美车辆产量下滑 会对第二季的财报造成压力 而它的原因则是车用晶片和其他零件 持续的短缺 导致大约9万5千辆的车子 还是缺这个少那个 没有办法交给经销商 另外我们在这看到 这是IMF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 在今天也再度下修了 2022跟23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估 下修幅度分别为0.4到0.7个百分点 降为3.2%及2.9% 主要也就是被美国 中国大陆 还有印度所拖累 IMF并且形容 这个经济展望可是暗淡 而且更加的不确定 这可都不是好消息 IMF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就说疫情已经削弱了全球的经济成长 多项新震撼使得疫情雪上加霜 包括了全球通货膨胀高于预估 尤其是美国与欧盟 也使得金融情势趋紧 而中国方面爆发疫情和政府 所采取的封禁措施 也使得经济远比预估的还要更糟糕 另外再加上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进一步都是打击了全球的经济 好下边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白宫方面也表示 南韩的SK集团会长和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了线上会议的前夕 白宫在今天则说 SK集团即将宣布 准备要斥资220亿美金 来投资美国的制造业 希望如此 SK集团是南韩第二大集团 它旗下的企业包括了全球记忆体晶片制造的第二把交椅 SK海力士 还有电池大厂SK创新 而SK创新也是南韩最大炼油厂 SK Energy和电池制造商SK On的母公司 现在首尔的SK代表 并没有立即提供相关计划的细节 不过今天倒是看到白宫放话了 SK海力士母公司准备要在美国投资 就是220亿美金来在美国的制造业方面 如果如此 那么对于在制造业在美国方面来讲 不定也是一个好消息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包括了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新任署长 在今天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丁 俄国已经决定在2024年之后 会要退出国际太空战 而美国太空官员则说 俄罗斯方面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告知美国 在俄国方面做这个宣布的同时 俄罗斯当局和西方已经因为 这个乌克兰的战事和西方对俄罗斯 所实施的多轮前所未见的制裁 双方的关系是紧张又紧张 往上升高再升高 下边呢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计划 8月份出访亚洲 也会造访日本新加坡等国 在日本的媒体 在今天则说 裴洛西议长考虑会在日本国会 听取追悼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演说 在有关国会追悼安倍的演说 在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 则在今天表示呢 考虑安排8月5号会在日本众议院院会上 发表相关的追悼演说 演说的人可能会是安倍的盟友 也是自民党前干事甘李明 另外呢 对于就是美国邀请盟友 在8月底前回复美国所提出的 晶片四方联盟 CHIP-4邀约的最后通牒 南韩方面官员则透露 韩国将不会接受美国方面 所设定的时间限制 最后通牒 这位官员表示供应链 牵一法而动全身 韩国方面将会以稳定供应链 来作为目标讨论和制定 最佳的方案 综合考虑对韩国企业海外发展 和现有投资的利弊 才会做出复合自身利益的决定 所以对于美国方面的 晶片四方联盟的现实答复要求 现在南韩传出来 婉拒了美国的这一个提议 另外呢 对于在粮食荒方面呢 到底粮食的危机是否可以解决 现在联合国和土耳其 会在27号在伊斯坦堡和俄罗斯 以及乌克兰开设一个联合中心 协调恢复黑海各地的股物运输 土耳其国防部则在今天说 他们中心将举行 这个中心要举行正式开幕式 土耳其的国防部长会出席相关会议 那么看起来粮食危机 现在应该是有解了 可以有解了 因为现在通货膨胀 不论是粮食还是一般的日常用品 还有油都是往上涨涨涨涨涨 物价攀升的冲击 也让IMF调降了全球年度经济成长率 把2022年的经济成长率 调到了3.2% 而明年继续下调到2.9% 分别比4月份下修了0.4跟0.7个百分点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五件新闻由忽敏建为我们的听众编辑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 别忘了今天星期二十二点半 我们在今天还会有明明和余熙岩余老师 带给大家石花弄草的单元 一个小时的精彩节目 稍后和我一起收听 我去键